Hello 大家好 今天先跟大家說一則娛樂新聞 以防有些零零後就不認識一些老人家 先跟大家說一說 歐瑞強就是文歌王子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 首先我知道他是一個耕田的確是 他自己有類似農場餐廳的一個餐廳 通常有餐廳拿著結他自彈自唱的那種文歌 今年也不小 只有67歲 在這個年代也有點名氣 他也是同一個年代的人就是譚詠麟 大家知道剛剛就吃完豬腳的譚詠麟 即是吃別人的女兒 兩個都算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他們最近發生什麼事呢 擔任鄭國剛50加2週年歌詞一新演唱會2023 鄭國剛其實你當是一個非常出名的田詞人就可以了 即是他們兩個一起去做一個嘉賓 歐瑞強哥哥其實這麼多年來都一直以來都戴著帽子 去見人 即是無論是唱歌的時候會戴著類似一些 耕田的時候會戴著露菲帽 平時會戴著一些藝術家帽子 很多人都以為會戴著帽子 大家知道他可能會不會是乾頭或是地中海 例如早些年的側田 他好像在家裡被狗仔隊偷拍到乾頭 令到他一蹶不振 很低落 到底這個歐瑞強哥哥會不會是地中海呢 很多人的疑問 他就比較厲害 他這二十多三十年來都從來沒有被人拍過 所以這個歐瑞強和戴帽已經是一個形象 但今次這個演唱會 這個譚校長 我不知道他們兩個是不是很友善 他竟然在兩個一起唱歌的時候 當眾當著這麼多觀眾面前的幾千個觀眾 就脫了他的帽子 類似玩的樣子 全場馬上嘩然 你可以看到譚詠麟笑得很賤格 這個時候你見到歐瑞強就很尷尬 馬上搶回帽子 立即帶回帽子 可以看到影片 其實非常之迅速 而又尷尬 他真的不想的 應該就沒有夾定 很明顯看他們的反應 而且呢 很老實說 如果歐瑞強一個幾十年來的形象 都是戴帽子 我相信他也不會為了這些事破例 他今時今日也沒有需要搞什麼 夾博出位等等 他自己是自給自足 他又不是說要在娛樂圈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譚詠麟 純粹是想搞一個惡作劇 但這段片段一出 其實就 很多網民都批評 譚詠麟這個行為是屬於欺凌 令到人當眾出手 我常說 有些欺凌人 經常覺得去玩一下 這些是你覺得玩 還是別人是否覺得玩 對不對 如果真的玩 為什麼不可以是別人玩在你身上 而是你主動去玩別人呢 所以我就很討厭這些 所謂惡作劇 我完全不喜歡這些行為 因為到底你欺凌的界線到底在哪裡呢 例如這件事 其實別人好明顯不上 而且說真的 作為一個歌星 一個公眾人物 其實一個形象非常重要 別人的形象就是戴帽子 你這樣破了別人的形象 幸好歐瑞強 脾氣好 加上他都67歲 如果年輕的時候這樣搞 我就真的生氣得爆 所以 歐瑞強當場都笑笑口 哎呀你搞錯 這樣搞 告訴別人我有頭髮 對吧 很多人都以為 歐瑞強帶了帽 是沒有頭髮 或者是地中海 但是 看回那條影片 其實看到歐瑞強 又不是說沒有頭髮 或者有地中海問題 只不過是 你可能看到一些 燈光射 他可能稀疏一點點 但是說真的 以一個67歲老人家來說 我覺得這個頭髮都算是 挺OK的 其實最重要是 發線 和頭頂 那些是沒有問題 也都引證了 歐瑞強 因為早些年接受訪問的時候 有些人問他 為什麼不喜歡戴帽子 他就解釋了 因為他自己是要耕田的 因為耕田 你知道很曬 所以他帶帽 其實是為了保護皮膚 或者不要曬傷 或者保護頭 並不是因為脫髮問題 所以才帶帽 他這次 雖然是恩和得福 因為這場的欺凌 可以這麼說 所以才被外界看到 原來歐瑞強 真的不是因為脫髮 他也沒有脫髮問題 因為他沒有地中海等等 所以也都印證了 因為戴帽 他真的為了形象 而且戴帽 是因為自己懶 不想遮頭 不想性 就是這樣 幸好人家 歐瑞強真的沒有脫髮 不然我覺得很尷尬 不過說真的 要客觀點說 我相信 以譚詠麟和歐瑞強的交情 譚詠麟應該是私底下 他有見過歐瑞強沒有戴帽 所以 我相信譚詠麟也不太瘋 所以 如果 你側田脫髮 真的不太瘋 但是 很多人都 始終被觀眾 或網民 不會知道 你們兩個私底下 是很粉 看到這個行為 就算是粉 沒有經過對方同意 也不應該做這個行為 所以很多人對譚詠麟 這個行為 表示無品 加上譚詠麟近年的人氣 以及他的形象 是否才有撐警 所以 加上 再之前偷直粉絲 形象已經插到谷底了 所以 你知道這些形象不好的人 有少少風吹草動 那些人都是屌到你飛天 所以就是這樣 奉勸各位 無論你跟朋友有多好朋友 都不要搞這些事情 例如 另一單就是 林元祥說多單 就是 MIRROR 早前Anson Lo和Adam 出席一些 訪問 或是一些中藝 Adam 就貪玩 把氣球 放在Anson Lo的臉上 怎知道 Anson Lo 就立刻放在臉上 然後 就作狀 不知是作狀 還是打到Adam的屁股 拍他 然後木無表情坐下 很多網民都說 但Anson Lo的樣子真的很生氣 似乎是想殺人 有些人說他們兩個打情罵 我看法就是 別人Anson Lo的臉 你知不小心 人家的臉上有很多機關 大佬 你嚇一嚇一嚇人家的臉 臉倒了 怎麼辦呢 這些是好臭忌 大哥 看看Michael Jackson 那些 你突然間 臉倒了 怎麼辦呢 所以這些真的 玩歸玩 真的不要拿臉來玩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